烤鍋之後呢 青椒、甜椒或者是彩椒 它的水分就會出來 它那個青澀味就會開始漸漸消失 然後我們又加上起司還有蛋的提味呢 讓它整個感覺變得更昇華 非常清爽的烤肉料理 中秋節大家一起趕快動手作吧 主意好主意 大家好我是主打甜蜜有好主意的主意哥哥 8月15月正圓來到中秋這一天 今天呢主意就要來教大家 中秋烤肉好料理 居家必備的好美食霹靂採椒蛙 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把我們的甜椒對切 那因為甜椒呢它上面前面有這個蒂頭 你會把這個蒂頭切掉 把它稍微掰斷 我們把中間裡面的這個籽給挖出來 過程一定要小心注意我們不要挖破了這個甜椒 如果你挖破了 待會我們在盛我們的蛋液的時候它就會露出來 那我們過一下水然後把它瀝乾就可以了 好先將烤箱預熱170度 那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我們先將鍋子熱之後呢 把我們的培根放下去 稍微拌炒一下 培根的香氣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關火 然後把它放到一邊冷卻就可以囉 今天要來做兩種做法 一個呢是用完整的蛋放到我們的甜椒之中 另外一個我們在水晶碗之中打入兩顆蛋 接著把它給拌勻 我們材料都準備好了 現在呢就要把它組合起來囉 我把兩個完整的蛋倒入我們的甜椒之中 剝完兩個呢 我們就來使用我們混合在一起的蛋 撒上一點點的胡椒粉 然後加入一點點的鹽調味 剛剛炒過的培根 表面鋪上一點點的起司 我們鋪好了我們的起司之後呢 你就可以拿到我們的烤箱去烤了 那如果呢你是中秋節烤肉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鋪箔紙把它包起來 然後放到我們的烤爐上面烤喔 我們的霹靂彩椒蛙烤好了 我們在上面撒上一點點蔥花 我們來切開給大家看一看喔 哇好漂亮喔 像不像蛋黃酥 完完全全不用買蛋黃酥 自己做這個霹靂彩椒蛙就可以送人囉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吃吃看吧 焦娃試吃焦娃 來你們來吃吃看我今天做的 怎麼樣來說說看 我剛剛咬下去一口啊 這個蛋它的汁很飽滿 然後它配上這個甜椒 吃出一點甜味 所以這個蛋吃起來不會太無聊 自己有沒有 我怕椒自備的 甜椒甜椒辣椒我都怕 那不敢吃焦類的人呢 你看我現在沒煮出來 就知道是真的成功的 那你再吃一口我看看 哇 所以呢不敢吃青椒甜椒黃椒紅椒的 趕快中秋節來吃這個霹靂椒蛙 阿拉 主意好主意 歡迎留言加分享 訂閱愛時尚頻道開啟小鈴鐺 獲得第一手料理資訊